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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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別人如何創業 還要給你創業的機會 聲明太短 就是往前衝 會有決心我覺得一定做得到 你喜歡聽音樂嗎 現代人對於3C流行產品的定位 已經可以說是每天秘不可分的事情了 市體娛樂的周邊商品 除了產品要好要耐用之外 獨特的造型好像也成了流行的趨勢 今天節目中要帶您來看看 酷炫又有型的創業耳機 另外這一集的創業擂台賽單元 今天也將進入最後的總決賽 到底最後天使投資人會講落誰家呢 今天最終的賽事即將揭曉 歡迎收看小字賺大錢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越來越普遍了 因此不少的通行族 在坐捷運或者坐風車的時候 都會用手機來聽音樂 這個耳機的需求 跟使用的族群就越來越多了 今天投家換我當的創業主題呢 就是充滿設計感的耳機 您看到我前面擺了 這麼多色彩繽紛的耳機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這段影片的介紹 五彩繽紛的耳機排排放 就像一個個可口的馬卡龍 很難不吸引人的目光 我們這隻的聲音是主打重低音的 然後它的環繞音效 立體音效 Stereo做得非常的不錯 你可以試聽看看 巧克力磚造型的耳罩 還真的可以聞到巧克力香 耳塞式的耳機 則運用了黑檀木 和竹子等材質質感加分 耳塞後的鈕扣 可以讓你不聽音樂時 把耳機別在鈕扣孔上 磁鐵式的設計 則是可以讓左右兩個 合起來收納 超級貼心 還接受量身打造的客製化定做 這些設計感十足的耳機 從行銷設計到製造 全都來自台灣 我們希望把產品的know how 跟一開始的想法 都保留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然後可以讓它更完整的 在消費者面前呈現 那在台灣製作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辛苦的地方 就在於真的成本很高 可是相對的 我們做出來的成品跟品質 都相對的比一些歐美產品來得好 08年成立 到現在已經橫跨包括了歐美 東南亞三十多個國家 每個月可以賣出上萬支 台漢天王天后合作 在蔡依林的MV中露出 打造流行時尚的定位 而另外 這採用了斯華洛士奇的水晶 戴上耳機好像戴上耳環 這款聯名耳機 特別受到周杰倫的青睞 在聲音之外 我們還注重了安全 跟所謂消費者使用的一個習慣 所以在我們的產品上 都有我們自己專利的卸壓法 可以把多餘的聲音跟壓力 做一個釋放 重設計之外也重品質 年輕的老闆黃志榮 志向很遠大 他希望打造一個 國際級的聲音品牌 成為來自台灣的BOSS 好 我們就要歡迎一下 今天的頭家黃志榮總經理 黃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 顧問你好 各位一起參與討論的 風力管理顧問公司的資深副總 林鴻全 林副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鴻全 好 看到了 我們今天在攝影棚裡面 就有這麼多 就是色彩鮮艷的耳機 就是黃先生你們公司所出的 那我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總經理你們到底這個 產品的特色是在哪裡 因為現在耳機真的還滿多的 是 我想在我們的產品來講的話 我們很著重的是產品的設計 那以及就是說 在聲音的舒適度上 所以就像剛剛在影片中的 介紹一樣 我們在每個產品身上 我們都有自己一個 專利的卸壓法 然後可以讓多餘的音量 做一個釋放 那甚至於在所有的 產品的設計跟材質上 我們都還滿要求的 那最主要是真的做到一個 百分之百的MIT 就是你剛剛提到 所謂的卸壓法 因為其實還滿 只沒有聽過這樣的東西 算是你們的專利的一個功能嗎 是 因為其實 當我們在戴耳機的時候 它是一個密閉空間 那我們把多餘的音量 這當然消費者有時候 在使用的時候會 不小心過量了 把聲音開得比較大聲 那開得太大聲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 它會傷害到自己的耳朵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卸壓法 做成我們的一個專利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多餘的壓力 跟音量做個釋放 去保護自己聲音 在耳朵裡面的一個壓力 而且主要就是 當然就是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在棚內有些還滿特別的 像是這個是有這個 骷髏頭的設計 還有像這個 我覺得這個最特別的 我喜歡這個 因為它就是 好像感覺是一個鉛筆 然後你戴起來的時候 就會一支鉛筆進去 然後一支鉛筆跑出來 所以兩個都好像 被鉛筆穿過去那種感覺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你們主要就是 做比較不一樣的設計風 然後顏色上也比較鮮豔 是 對 我想在聲音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在做聲音 已經是無庸置疑 那在這個產品身上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 更多的特色 所以我們跟台灣的設計師 以及我們自己的設計師 去做很多的產品的研發 跟設計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像這個鉛筆 它自己本身就是 台灣的一個設計團隊 非常有名的設計公司 跟我們一起做合作 我們來做聲音 然後他們來做整個 外型的造型的設計 那我們希望著重在 設計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讓消費者透過 不一樣的造型 透過不一樣的整個的搭配 其實聲音來講 現在的耳機已經是一個配件 在身上的一個配件 就像我現在身上的這個一樣 就是 對 我覺得這個產品實在太酷了 就是它的耳機可以當扣子 後面的扣子可以直接 不聽的時候把它扣在上面 是的 對 然後我們在正常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耳機 對 所以副總對這樣子的一個 第一個印象 覺得這樣的產品感覺如何 其實感覺真的很驚艷 因為我們常常在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 如果不是在工作之外 我們其實也是消費者 那我們消費者其實在 賣場上看到這樣產品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 真的像是黃總這樣講法 就是說現在的耳機其實已經 不再是過去功能性 就是功能性其實它很單純 那當然就是當然有好 跟音質好或不好的差別 可是現在消費者 更重視的反而是它的設計感 就是更重視的是說 這樣子的配件在我身上 能不能表達我今天的心情 或是我這個人的特質 對 雖然這個設計很重要 不過耳機最重要還是音質 所以我們要請顧問跟我們來 試聽一下 覺得這個音質到底好不好 我們請顧問呢 用他的耳機稍微來聽一下 我們也請請教黃總 所以你們這個耳機 其實在音質上面 應該也是有特別注意的 你們覺得你們的音質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哪裡 那我們會比較在意的 應該是在每一個音節 它的清晰度 所以就陳如剛剛跟主持人 在討論的就是 我們其實很在乎的是 每一個細節的產生 而不是只有在 單純就是可能在低音加強了 或者是人聲的部分加強 就感覺聽起來其實滿專業的 可能要常常去聽耳機的人 或者是分別戴不同的耳機 才會感覺到你們的比較不一樣 是的 那其實我之前聽起來的時候 是覺得說你們在中音的時候 感覺比較溫潤 那個聲音 是 中音其實還滿溫潤的 是 但不知道為什麼你會做聲音 這樣子的一個 OK 我想可能跟家裡面 以前的事業也有關係 對 因為我父親以前是音響代理商 所以可能從小是耳濡目染 然後對這個聽音樂很有習慣 我們曾經聽過這個陳树華的 夢醒時分 我聽了超過一千遍 為什麼 為什麼要聽一千遍 因為我們家裡以前是音響代理商 所以變成說 我們在做試騙的時候 放給別人試聽 對… 所以你自己應該對聲音也滿敏感的吧 是 所以你應該也會要求 那不知道 顧問你聽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剛剛聽 其實我剛剛聽的古典樂 我剛剛聽的搖滾樂 我覺得其實聲音就是對 因為我不是一個真的 對聲音這麼敏感的人 但是我聽起來就覺得說 其實它在音質的特色表現上 其實就是在水準之上 對我來說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很多消費者最主要是 聽到聲音的時候的一個感受 那我們比較在意的是 消費者當他使用的 可能是原來原廠 手機所附的 或者是MP3的機器 所附的耳機的時候 他在聽到我們的產品 感受他就會覺得整個的細節 跟整個場面的整個的聲音的表現 都是完全的不一樣 對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想要自創這樣子的一個品牌 當初這個契機到底是什麼 是 我想其實自己做創業 一直都會有一個開品牌的夢想 那我們當初在做品牌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我們也經過很多掙扎 因為我們的前身其實事實上是ODM為主 所以當我們自己要做品牌的時候 其實也經過很多 我們自己原來客人 國外客人的一些牌制 跟一些效應 可是作為創業來講 其實品牌是一個必經之路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品牌的一些基本的資料 他創立的時間 以及他整個的一些基本背景 那他們成立的時間是95年的9月 準備資金是500萬 其實是有相當的一個準備 想要往品牌的這樣的路 才會準備這麼多的資金 每個月固定成本大概是80萬 那約莫營收400萬 哇塞 顧問你看 他們其實已經在賺大錢而已 哇塞 這麼有形又講究品質的設計款耳機 難怪會創造一個月400萬的營收數字 但這光鮮成績的背後 還是有著不為人知的困難存在著 網告回來要告訴你更多 創業者背後不為人知的辛苦打聽故事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品牌的一些基本資料 他創立的時間 以及他整個的一些基本背景 那他們成立的時間是95年的9月 準備資金是500萬 其實是有相當的一個準備 想要往品牌的這樣的路 才會準備這麼多的資金 每個月固定成本大概是80萬 那約莫呢 營收400萬 哇塞 顧問你看 他們其實已經在賺大錢了 是啊 我剛剛看到就是 看到這個數字其實覺得說 當然就是不是說很大很大的營業跟資本 可是就是說已經看到 這公司已經走過了創業初期的這個低谷 已經逐漸要往上再攀升 那我相信未來的這兩三年 然後加上產品線跟這些很好的這些經銷經驗 未來這兩三年應該是一個 能有很好的成長空間 起飛期對不對 對 黃總您其實大部分的點 已經都不只在台灣 已經鋪到國外去了 目前大概整個經銷的通路狀況如何 目前的話 我們在國外35個國家 都可以買到我們的產品 包含連從日本 韓國 一直到加拿大 甚至於在菲律賓 馬來西亞 東南亞 其實這個地方 都可以買得到我們的產品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們主打MIT 對不對 就是你們整個包括設計 還有整個製造 其實很多人都說工廠設在 你知道東南亞國家 可能它可以節省勞力成本 為什麼你會希望它整個流程都是MIT OK 我想因為我們很著重 整個的產品的細節跟整個的設計 甚至於說我們在取材上 我們其實找了很多台灣的原料 是國外無法做取代的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在整個生產上聲音的know how 也是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究竟管理 究竟生產 那最主要是還是以品質做為考量 就是你不希望別人去 要說是知道你們的那個秘密 聲音秘密在哪裡嗎 所以只要把那個真正的know how 要留在台灣就對了 是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消費者 是不是覺得他們家裡是真的特別 看看消費者的心聲 我覺得就還蠻特別的 它的顏色其實比較顯眼 就比比較屬於就是年輕人比較適合的一點 那整個微微或整個產品的感覺 你會有什麼建議呢 不錯 它價格也不錯 不會太高 就是說如果有問題來管他們維修的話 那他們公司就是會幫你修到好 這一點還蠻打動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不是說任何的商家東西賣出去之後 就是不管的品質好不OK 然後就是不再理財客戶 我覺得這個地方他們做得很好 這地方你覺得想給他們建議的 可以改進的地方 嗯 可能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 就可能造型可以再更多吧 對啊 希望他們有更多設計 嗯 對 折上還可以多一點 對啊 選擇上可以更多 對 好 剛才那個消費者特別提到了一點 就是說你們有做保固 就是他買了以後 你們可以一直收入服務都不停的提供 你們覺得這服務上面 是不是其實也是蠻重要的一環 是 我想 其實很多消費者會對耳機這個產品 會有一個很大的疑慮 就是大家常常會使用上不小心斷線了 或者是任何的問題 可是你要求日本的原廠 或者是國外的原廠 來幫你做任何的維修處理 其實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那甚至於就是說 他就算願意幫你做 可能會消耗一些時間 剛好你們又是台灣的品牌 所以直接在台灣做就會比較快一點 是的 我想就是現在消費者的想要的東西 真的是太多元化了 那我覺得這也是現在那個 我想現在新的這個消費市場 很大的改變 因為過去你一定需要大量製造 你單一產品就要大量製造 那可是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製造線你看 就是一次可能就是可以小的製造 做多樣化的 我相信未來就是 一定是未來趨勢 王總對於未來整個這個品牌的計畫 短期內是不是還有像什麼樣的願景 我想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把一個MIT的品牌 往國外去做一個推廣 那甚至於說可以讓更多這個世界上 更多的消費者 可以看到一個來自於台灣的品牌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到像 當然像手機業者的這個Apple 然後這樣的一個品牌 但是創業不是一件很輕鬆的路吧 到目前為止您的感覺如何 很辛苦講實在話 其實我們自己這樣在做的時候 尤其是台灣在我們的這個範圍當中 沒有一些前輩的一些帶領 其實真的在做品牌上 都是靠自己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希望能夠透過像可能顧問 或者是像我們這樣的節目 能夠做一些分享 可以讓大家可以更多的一些想法 做一個集合 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經營品牌的曝光度嗎還是 我覺得最難的還是在於人才 人才 對 因為我們還沒有做好要做一個品牌的想法 其實我們也透過了很多的不一樣的方式 去找到一些我們的人才來 設計的人才嗎 設計的人才 然後甚至於在品牌行銷推廣上的人才 甚至於在銷售通路上的人才都有所不同 但是你們都是希望可以找到各個 就是在這個地方的精英就對了 所以你才會覺得那個人才特別難找 是 顧問你覺得呢 他們有沒有建議給你們 我的建議就是說 想辦法把品牌做得越好 品牌越大 那這樣對人才的吸引力會越高 是 因為這個我想看到所有公司都一樣 這有點七身蛋蛋生機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要壯大人才願意進來 但你就是需要人來幫你壯大 所以這其實還蠻兩難的 辛苦 但是辛苦 但是我們已經有一點點小小的成果了 所以透過我們節目的曝光 是不是一定你對耳機設計有興趣 或你對耳機的這個行業有興趣 就可以找我們黃總 是 OK 好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黃總 在我們你們當中 也謝謝顧問 那也希望大家也能夠多多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生根於台灣 然後在台灣發展的這樣的企業 都是值得我們好好的去培養它 好好的去支持它的 創業擂台賽在我們經過了 兩個多月以來的徵選之下 一共有十四組過關 四組遭到淘汰 最後只有四組獲得三個圈 正式進入總決賽 這次要來參加正式決賽的 由老人舊部手錶的許冰箱 其境遙文化的戴家文 文燈達人的蔡依奕 以及咖啡達人的王靜忠 這四個人 到底今天誰會帶著 天使投資人的投資金回家呢 今天的總決賽 正式見分校 小字段到前的創業擂台賽 終於到了最緊張的最後決賽了 經過了出賽的嚴格考驗 我們總共有選出四組的優秀隊伍 那麼這四組在出賽的時候 都是拿到三個圈圈的肯定 也就是三位天使投資人都有投票給他們 今天我們就要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有團隊 可以讓投資人 願意跟他們來展開實際的合作呢 因此我們今天的決賽呢 我們總共有邀請到六位的天使投資人 來做最後的評審 我們來介紹今天來到節目當中的六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 台安捷天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簡淑貞 簡董事長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四位呢 是支出創投的陳久如 陳顧問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第五位呢 是越思國際的余建國余董事長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六位 最後一位呢 是風力創投的林洪全 林副總經理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OK 好 我們今天來到決賽的四個團隊呢 首先我們要歡迎第一組 是蓋德科技的許冰湘 許總經理 主持人 各位評審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看呢 許總經理他們在之前出賽的時候 到底提案的一些重點 精彩回覆是什麼 這支手錶目前有四大功能 第一功能就是緊急通話 當我按下求救鈕的時候 他會播出電話 那在播出電話的時候 他又可以做即時定位 就是你可以知道他在哪裡求救 他目前在什麼地方 那安全中心也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 那甚至我們的安全中心 可以在他不掛斷電話的時候 幫他叫救護車 那我們是說我們其實是以老人家 他能做的 能有效去操作 來把它變成是一個服務或是一個產品 高血壓大部分的高齡者都有 但是量測對他是一個很難的 量測不難 但是紀錄 跟計完要交給誰是很難的 我只要把它照一般的量測方式 帶在我的手上 他會傳到這邊嗎 我現在是配對跟我的這個 你的那一支 對…那我這時候 只要簡單我做一個量測 我只要按一個開機 那他就會開始量 今天可能站著 因為站著量的關係 他數據比較高 你太緊張了所以你高血壓 那這時候我量測的時候 我很簡單 我是要按下一個專屬的量測鍵 我去點這個螢幕就可以了 那我用手指去點這個螢幕的時候 它的數據會直接到我的手錶來 那這時候這個手錶 就已經把它送到雲端上面去了 所以其實我是他的家人 我隨時就可以透過我的智慧手機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家人 他所有的量測資料的變化 醫生或是故事 也會通知這個老條爺爺說 你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三位天使同志請舉牌 天哪 這是我們第一次出現三個圈 好 沒錯 許總的團隊就是我們第一個 拿到三個圈的團隊 那我們剛剛今天也看到了 許總還是把他們的東西 帶到現場來囉 主要就是一個建倉量測系統 同時它有一個傳遞的功能 對不對 是 就是一個手錶 然後它可以把你的一些健康的指數 傳遞到手錶以及電腦上面 當然是什麼樣的情況 簡單的再跟我們介紹 其實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它是希望說 讓父母在家安全 子女外出放心 就是可以子女透過高科技的手機 隨時知道他的家人在家的狀況 他的安全 他的健康 還有他的醫療服務 OK 可以就是現代人 非常需要一個服務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給六位投資人 還有沒有什麼要進一步的問題 要來問我們的許總 余董 不好意思 我想上一次針對 貴公司的產品 我曾經提過一個問題 不知道說 這邊可不可以再做進一步的回答 有關於說市場上提供 類似服務的非常的多 你怎麼樣去 我們知道不同產業 他們譬如說建築行業 或是做保全行業 他們都想涉入這塊市場 那你怎麼樣把這一塊 你認為說 它是一個 有一個很好利潤的一個市場 能夠把這些潛在的投資人 潛在的投資者 能夠建立一個所謂的進入障礙 好 我這邊來跟各位評審做個說明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說 市場上單一功能的產品可能會有 那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東西差在哪裡 第一個它整合 第二個它簡化 第三個它隨時隨地 第四個它針對高齡者 那這是我們產品最大的差異化 那就是說市面上現在有的 比如說你像有些保全公司 他們可能有通話的追蹤的 有些廠商它可能有 單純做GPS tracker的 有些廠商他們就是做 單純量測的 但是重點是他們都是分散的 那我們就是把它簡化成 很單一的一支手錶 那這是我們的最大的一個競爭優勢 那這樣的優勢它重點就是說 在於其他業者他要去投入 因為它是同時整合了硬體軟體 還有一個所謂的雲端的服務的整合 所以它會有所謂的進入障礙 主要其實就是你們是把所有的服務都整合 在一起就對了 那關於雲端這方面 歸公司已經建立了嗎 就後端資源這部分 OK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 因為公司今天剛好 今年剛好是經濟部的雲端的示範廠商 所以我們今年是幫政府做了一些計畫 那也包含在今年年底的那個資訊月 也會有在政府館座展出 好 你剛說的這指技術跟專案的部分 我想知道是說 你整合的醫療健檢保全派遣這些東西 你目前整合的這些資源總共整合比例大概多少 有簽約或同意跟你合作MOU的有多少 還是只有器材 我們第一個就是說它不是器材 它其實是從器材到雲到smartphone的app 目前它是一個完整的架構 Content從哪邊來 Content是由我們自己的使用者 他們透過量測透過他生理的一些移動 或是說他自己動能他去把資料往上傳 那至於簽約的合作團隊 我想就是說先以國內來講 那國內像我們目前跟台北醫學大學 目前跟那個秀船醫院 那目前就是說像行政院的遠距照務中心 也有在進行合作 那包含像未來你去爬玉山 他都有我們跟北一都有一個表 要讓你在玉山的時候 你就是說萬一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去做即時的求救 來減少一些社會資源的浪費 那像一些像其他業者 像照護業者保險業者 或是說像一些派遣業者 像一些送餐的業者 也都有一些相關的合作正在進行 等於說可以合作的範圍還蠻廣 是 陳貴是不是有問題 想要請問一下那個 大概在哪些區域 哪些項目是可以提供服務的 目前初期我們是以台北市為主 所以我們先會跟台北一些 比較大型的醫院做合作 那我們目前是跟台北醫學大學 嘗試在以病為中心的一個服務模式 那至於比較偏遠的一些山區 或是一些偏遠的一些部落 我們目前嘗試跟秀船醫院 來做一些比較偏遠的一些 醫療資源的整合服務 好還有郭文有問題嗎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先進入我們的第二組 好第二組是奇景洋文化藝術公司的 戴家文 戴小姐妳好 妳好 吉文好 好 我們來看看戴小姐 在出賽的時候為我們做的簡報內容 這個是我們花了七年的時間 所創造出來的作品 它算是我們革命性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作品 關磁器它會有一個底座 那這樣的做法的話其實 它的燒成率相會會比較高 但是它也沒有辦法讓作品 完整的表現出來 我們的作品呢 它是可以每一個角度 都可以來做欣賞的 甚至是連底部轉過來的地方 它都是完整的表現 而且它是一個三點獨立 可以站立的一個作品 所以說命題就是 如果妳在大中華區市戰率 要超過10% 就是在這種磁器的市場 那妳們最主要的贏的策略 會是在哪裡 這個剛有提到 其實在技術面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其實已經是很難讓別人 可以去進入這個障礙 所以其實很多人想要模仿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太困難 而且成本太高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作品 就是我們現在桌上的這個作品 其實我們這幾年 在國內外的一個展覽 尤其是到國外去的時候 大家都很讚嘆說 天啊 這真的是台灣做的嗎 大家都不敢相信說 台灣的技術已經到 這樣的一個階段 好 今天戴小姐 我們還帶來了一些 又跟上次不太一樣的作品 對不對 但是感覺上呢 你們技術品其實都非常一貫性 就是白磁相金邊 這是不是主要都是這樣子 對 這是我們品牌第一階段的一個 策略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 因為其實 特別要提到為什麼是白跟金 因為其實白色呢 像以白磁來講 它是不容許有任何的瑕疵 刮痕跟污點 所以白磁最難的地方就是 如果以白磁來講的話 其實也很容易看出它的缺點 如果你的線條的平整度 就是它的線條那個流暢度 跟它整個表面的平整度 如果沒有做到好的話 其實它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那我們特別為什麼要選擇 白磁跟這個 K金這個手工描繪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做基本功的紮根 所以像上次帶來的那個作品 也是我們基本功紮根的一個部分 那你最難的部分都可以達成 那你接下來想要開發 像今天帶來的這個作品是 它是形式上面稍微簡單一點 那也是比較符合大眾一般的一個 需求的一個作品 另外同志你們進一步問題要請教 請問一下 其實市場上坊間也蠻多 不同的磁器有進口的又有台灣的 那我想請問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們在市場上的定位 目前是走在什麼樣的這個層級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是 在設計的這個元素上面 你們是用哪一些元素加進來 可以感動你的客戶 其實我們特別要提到就是 我們現在的技術其實是獨步全球 因為我們自己開創了一個 720度原料的概念 大概示範一下給各位來賓看一下 上次其實也有提到 720度原料是我們連底部的部分 都完整的做出來 每一個角度你都可以去欣賞它 然後它間距則實用性 那它也可以當擺飾 所以平常它也可以擺飾 那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個部分這個技術上面的部分呢 給大家再看一下就是 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整個全球 不管是國內外瓷器 他們在技術面上面 其實要達到像這樣的作品 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是讓我們在 建立在這個頂級的 精品的市場的定位上面 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定位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 對於品牌的營造 跟你的通路的策略 大概是怎麼樣子 我們目前通路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加根在台灣 所以我們從開發設計到生產 是完全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那我們的通路呢 我們也是想要先在台灣 能夠完全的加根 讓大家認識這個在地的這個品牌 然後慢慢的拓展到 像歐美市場跟大中華整個市場 那我們台灣的話 目前除了我們自己 高雄這個 我們有設立一個 1300藝術中心之外 我們在台中百貨公司 也有設立專櫃 那北部的話 像中部的話 像那個可以講名字嗎 飯店韓碧樓 然後還有北部 像那個精華酒店的那個 其實我們有一些點 都是屬於比較精品方面的 一些通路點 在國內是這樣子 那國外的話 因為國外市場 畢竟比較不容易 而且它需要的資源相對比較多 所以我們現在的策略 是透過展覽的方式 透過參展的方式 去找到合適的代理商 那像今年我們去法國 已經獲得了就是 頂級的那個品牌的一個合作 因為它就是 上次有帶來的那個作品 那個作品就是 它現在就是 我們就是爭取到它的代理權 然後它現在就是 整個法國就是 只銷售我們這個作品的一個 對於你們連通路 都是找比較高階的通路 對對對 好 還有投資人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就進行 我們第三組的簡報了 第三組是環保之家的 蔡宜蔡總經理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看蔡總經理 在初賽當中 我們帶來的簡報內容 就是說為什麼你們的蚊燈 那麼好用 是因為它利用蚊子的 什麼特性嗎 我們剛才提到的 蚊子是三個最重要的特性 一個就是二氧化碳 溫度跟氣味 那氣味是我們 下一步的開發氣 我們現在的機器 已經可以模擬 產生二氧化碳 還有溫度出來 那這溫度是跟 不如動物的體溫是接近的 大概35度到40度中間 我們在我們的辦公室 也有一個全 可能是亞洲唯一的 蚊子實驗室 跟我們做到這樣的研究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 傳接來自於台大 這樣的技術 把產學可以結合成 一條龍的技術 剛剛有講到一個偉大的夢想 是要像慈善性質的 去資助於非洲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這2000萬的一個 一個合作計畫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目前您主要國外的 包括今年 我們其實在大陸淘寶 有合作夥伴上市了 今年的零售也超過1000萬 在美國的AMERON 我們有合作夥伴上市了 今年銷售超過5000 大概是1200萬左右 請三位天使投資人 請舉牌 公平在心上 也拿到三個圈圈 真的是非常難得 謝謝三位天使投資人 對我們的支持 好看到我們住在天使投資人 好犧牲喔 還自己用手去試試看文子 不過我相信對大家的產品 大家都非常熟悉 所以我們直接請天使投資人 有沒有問題想要請教 請問 蔡總請問一下 現在 我知道您在公司的運營 狀況非常不錯 目前比較大的挑戰 可能會在什麼地方 我想我們未來 大概比較挑戰 是在國外的行銷部 因為其實從台灣跨出國際 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第一個成本人員 都是一個對我們講 是一個對中小企業 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所以在明年這幾年 其實我們花比較多心 是在行銷人員的聘僱 跟國外野務人的推銷 這是我們比較會 會要遭遇到的問題 你覺得你是經營者嗎 是 什麼樣的風險 在未來三年內 會讓你公司掛掉 什麼樣的風險 這太尖銳了 什麼 比較大的風險 應該是我掛掉 不過其實我們也安排 其實在 像是開玩笑 不過事實上 我們公司安排在我們底下 其實運作得還不錯 因為我們公司 算是一個不大在市場的公司 其實彼此之間 都已經合作默契 我出差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我是不用接到電話 所以他們其實在未來 我相信在三年內 我想運運 我覺得是不太有問題的 到時我走掉 不信 也不會有問題 你懂 我們follow一下 剛剛顧問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目前的技術 歸公司的技術 是掌握在誰的手上 我想是 是在個人 還是你們的團隊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們這樣子的技術 能夠領先多久 也就是說業界如果說 想要模仿你們這樣的一個技術的時候 他有沒有辦法在短期間之前 就超越你 虞董 這是一個很棒的問題 其實我們技術團隊 今天我們分為了幾個部分 一個是機構的部分 一個是有關 柚紋技術的部分 那機構部分 其實我們待目前 我們業界來講 因為這是一個 比較逆學的產業 我們現在的產品的結構 大概可以領先 三年左右的技術 但是我相信 三年之後會很快的 廠商會追進來 所以下一步 為什麼是柚紋技術的 那是一個我們跟台大 還有我們目前會有一個 在明明會再拼估一個 博士進來 承接這樣的技術 所以它是一個team在 team在work 一旦那技術進來之後 我們估計是五到十年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進入障礙 所以這時候我們進來 希望有各位投資的 進來資源 我們需要那個技術 來建立一個很大的門檻 那因為同時具體有設計 有通路能力 有研發能力的廠商 其實在窩外來講 不太多間 你說你們也有危機意識 然後也在進行 下一步產品的演化 對 雖然我們是 不斷地在精進研究 我想請教一下 坊間當然說 補文器的部分 也有類似像 補文達人這種 其他的廠牌 你們怎麼樣去 針對這些廠牌 去做一些區隔呢 其實我們跟廠家廠牌 其實功能上 其實我們本身產品 就功能性 我們其實實施過 功能性會比豪泛很多 因為包裡面 所有的零組件 然後電影館 裡面所有的參數 都是我們公司提供給 我的零組件廠商 修耳客製化的 所以一般你仿線看到 都是緯由大陸直接進口進來 所以他們在這方面 幾乎是跟我們的 幾乎是有很大的落散 再來其實我們在台灣 建立很重要的 就是服務 各位知道服務是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上一個產品 八九百塊產品 八九百塊產品 我們在台灣有 三十四個維修中心 在大陸我們已經有 建立一個四個服務中心 所以就跟原有的 家建廠商也好 他們不太容易做到 因為他們的利潤不夠 不足以養這群經銷商 為我們消滅 也不大能夠做到很好的客服 你說的維修客服 這個是優勢 出國之後我比較擔心 這個不一定是你的優勢 你要在海外 建立這樣的維修體系 還是說你出口之後 你可以不用擔心 就是差很多的事情 我們在出口其實 其實我們都要求我們的代理商 都要有同樣的能力 跟隨台灣的機制 他在當地 比如在美國其實也在建立 在東岸 在東岸西岸 我們現在目前各有一個夥伴 今年會簽下的代理商 我們要求他必須在 至少在東岸西岸 先建立起上的據點 比如說他把台灣的服務模式 搬到全球去 我希望這是非常 我公司的特色 是別人很難跨越一個特色 就是在國外買就有 國外的服務體系 沒錯 好 還有沒有我投資人的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看今天的 第四組是怎麼樣的一個內容 您的評審如此尖銳的提問 到底我們最後一位參賽者 難不難接招呢 好 我們出賽入圍的最後一組 是精品食品企業的 王靜忠王總經理 主持人以及各位評審大家好 各位藥賓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王總經理 在出賽當中的一些簡報內容 我們呢 比較自意推廣是說 一般的消費者不要喝到 致癌的咖啡 我們呢 徹底從德國呢 選購了一台那個 德國的Gitzen烘豆機 那這個烘豆機比較特別是 它可以做燜烘的處理 那燜烘的定義 就是像我們家裡面的 燜燒鍋一樣 就是不用透過添加任何調味料 能夠真正烹煮出 那個食物真正的味道出來 我們公司呢 所挑選的豆子是海拔 大概在1200到1700 這個區段的豆子 它這種豆子的話 一個特別就是它的甜度高 到底消費者跟你買咖啡機 跟他跟其他人買咖啡機 到底有什麼差異化的地方 你是包括售後服務跟維修 是 而且機器部分的話 它必須要依照不同的豆子 去調整它的壓力值 來幫他教你怎麼用 是 幫我們還免費交拉花 我們要訴求是在喝健康 不要喝那種過度烘焙焦灶的物質 喝多吃多就是上火更自然 好 我們今天呢 同樣又聞到咖啡香了 而且同樣的王總也是 把我們的機器帶到現場來 不過呢 投資人 在還沒喝咖啡之前 是不是有些問題 要請教一下我們的王總 想請問一下說 你的咖啡豆 跟市面上賣的最大的區別在哪邊 好 那種一般大部分在外面 買到的豆子都俗稱叫商業豆 像我們在烘焙業界來講 叫商業豆 商業豆占全球量產是95% 它種子是海拔800以下 所以海拔越低 它的咖啡因海難會越高 那為什麼海拔越低 咖啡因海難會越高 因為它會去抗蟲害 所以植物會釋放咖啡因出來 那一般市場上 為什麼都用這類的豆子 第一 除了它量產最大以外 第二 它的價格也是比較低 為什麼你會說台灣每兩個人 就有一個人會喝咖啡 這樣的一個 假設是不是太過於樂觀了 也就是說全台有50%的人 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這樣的假設 是不是有點過於樂觀 因為我在這個業界16年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數據 是很精準的 可是這包括老人小孩嗎 沒錯 我以前也是認為說老人是不喝的 我發現老人喝的真多 而且不只老人喝 我以前也覺得說 河上尼姑應該是不喝這種東西 原來他們也喝 還喝得很兇 這個市場竟然預估得這麼樂觀 那麼龐大 你怎麼去接觸這個市場 這第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 你目前推廣多久了 已經有多少家務進去 目前我推廣的話呢 我在書面上的報告是 預估500台嘛 那目前已經達到這個數字了 因為剛開始創立的時候 當然你比較沒有品牌知名度 所以透過那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得到經濟部的新創事業獎 我想請教一下 未來三年你覺得 最有可能的挑戰會是哪些 未來三年的挑戰 其實我目前在規劃 是想要開品牌的那個自營店 對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就會邁入我們的比較第二步 就是開自營店來講的話 它的壓力是在 因為開店 畢竟它的成本是比較高的 它不是像說 一台咖啡機 其實我只要跟知名品牌 它簽好約 我一年大概呢 給你進多少咖啡機等等的 那要開品牌自營店來講的話 它比較難的是一個地點 其實真的是難尋 可遇不可求 那第二部分呢 開自營店來講的話 一定要在資金方面 也要夠雄厚 對 那我們現在是已經 站穩到第一步 品牌一般消費者 已經有認同了 它也常常呢 跟我們買豆子 那目前我們是做 全省的宅配器 豆子 那機器部分 我們跟菲利普 水口做結合 其實它全省都有福據點 你只要打080 服務專線 它到府去維修 好 我們現在四組的QA都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請另外三個團隊 要再次的上到台來 因為我們要請天使投資人 做最後的選擇跟考慮了 最緊張緊張的時刻到了 繼續我們就要請六位天使投資人 慎重的考慮了 我們要請大家決定 今天站在台上的這四組團隊 是不是有你們真正願意 而且可能跟他們來進行 投資合作的對象呢 今天我們六位天使投資人 手上都有一個牌子 那麼這個牌子一旦舉起來表示 我們可能就要簽訂 合作一項數囉 所以真的要想清楚 請問到底有沒有你們 綜藝的合作投資對象呢 這四位進入總決賽的參賽者 都做了十讀的準備 到底誰才是最後的贏家呢 最緊張緊張的時刻到了 繼續我們就要請六位天使 投資人慎重的考慮了 我們要請大家決定 今天站在台上的這四組團隊 是不是有你們真正願意 而且可能跟他們來進行 投資合作的對象呢 今天我們六位天使投資人 手上都有一個牌子 那麼這個牌子一旦舉起來表示 我們可能就要簽訂 合作一項數囉 所以真的要想清楚 請問到底有沒有你們 綜藝的合作投資對象呢 這四位進入總決賽的參賽者 都做了十讀的準備 到底誰才是最後的贏家呢 如果有的話 請您把手中的牌子 舉起來 我們出現四位天使投資人 舉牌真的還假的 我們現在先請問一下 我們先請問一下 陳顧問您想要投資的對象是 我會選銀法居家服務平台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而且它從小區或特殊用途 開始是有機會的 所以您願意跟他進行 我們很開心 謝謝製作單位給我這麼好的機會 也謝謝這位天使投資人給我的機會 謝謝 好 繼續呢 我們剛才舉牌的第一位還有 你的副總 你選的是哪一家 我對那個博文堂是滿有興趣的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滿實用的 因為實用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銀行銀行銷售 應該 shopping市場 我自己滿需要的 所以您願意跟他進行進一步的投資 就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再來聊一聊這樣子 謝謝 謝謝鄧恬總對我們的支持 那也希望我們未來有很大的投資機會 那也希望資助單位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好的 那菁恩董事長您挑選的是 我們公司也會考慮跟蔡總這邊合作 原因是也是認為他們的這個圖案 我想他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比較solid的這個營利模式 而且他們已經在拓展國外市場 那他們的RD部分呢我覺得也非常棒 我剛剛有跟蔡總稍微聊一下 聽到他的RD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業非常有前景 我們公司非常有興趣 蔡總 兩個人選你 你好搶手喔 謝謝鄧恬總對我們的愛戀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能兩位投資人 都要跟你來進行簽約的動作 另外一位王總 您挑選的是 我選擇的是王總這邊的這個 精品食品 原因是因為咖啡好喝嗎 這是最基本的 我想說不只是說 我覺得說針對咖啡來講 他把一個咖啡呢 做到一個精品的階段 然後讓我覺得它這個有機無毒的概念呢 是符合比較高端的市場需求 然後我想說這一塊呢 應該是有它的市場潛力 而且感覺心情現在如何 歡迎光 真的 歡迎光 以及謝謝製作單位 那個小製作單位給我這個計劃 是不是 好的 謝謝 顧問 顧問一下我們的這個 齊金瑤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建議 沒有 我想它的 比較把握就是因為那種精品的市場 你要透過國際行銷 畢竟不容易 它的檔次夠高 那你的東西又那麼精品 越精品反而越不容易量產 所以在精品跟量產 價值跟價格之間那個平衡點 要衝到量 這點我想還有一段要努力的空間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針對有投票的這個天使投資人 我們要請他們跟我們的這四位 就是被選出來的老闆們 來進行合作一項數的簽訂 今天最後卻屏重選的參賽者 出乎意料之外呢 竟然有三組都獲得 天使投資團的實際金額投資 並且簽項合作意向書 以這名正式的投資合作 開始起跑 恭喜咱們這三組最後的贏家 而其他沒有中選的隊伍也別氣餒 相信只要繼續努力 一定都會有豐碩的成果呢 我們這個階段的創業擂台賽 也到此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感謝各位天使投資人的參與 也感謝每一個努力的創業團隊 那麼創業我們不只是要維持自己的夢 更是要讓這個社會 可以不停的前進 我們也會在台灣每個角落 創業的朋友們 一起的大氣以及加油 感謝大家小資賺大錢 拜拜 下週起 小資賺大錢將為您轉播 創業新勢力 創業點子競賽實況 很精采喔 盡情鎖定 加油 別小看我手上這條斷帶 我只要將它對折 找出兩條密碼線之後呢 來 大家仔細看喔 3 2 1 就是一朵漂亮的手辣花啦 這個背套上面有許多的試裂線 首先我們就是把這個吃好的紙片 往內折 第一片 第二片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收納盒 今天給各位介紹的是一個非常創新的小發明 這個是我們給免洗塊穿上衣服啦 Either Harp